Netflix恋爱实境节目单身及地狱上线后在网上掀起 一人气最高的嘉宾宋志雅的假货争议也延续该节目的讨论热度 近日韩媒报道 传言制作组 经开始物色出演者 粉丝们都超级期待会有地 即敲碗赶快再推出 Photo from Netflix Photo from Netflix单身及地狱从开播到结局 充满了话题性 其中出演者YouTuber宋志雅更是人气爆 身家也直线上涨 可惜的是随后她便被爆出假争议 自信白富美人设全崩 不过宋志雅后来历公开道歉 并全面暂停演绎事业发展 且之前在国山火救灾中捐款2000万韩元 获得不少赞赏 Photo from Instagram而出 宋志雅单身及地狱 其实也捧红了许多出演者 是金贤中 崔时迅就拍了官方的小红书 安艺院 知焰等积极经营YouTube平台 还有许多粉丝 慕名道文 薰的餐厅吃饭等 Photo from Netflix 而近日有寒媒报道 单身集的第二季已经秘密在进行出演者视镜 疑似要准开拍了 让粉丝超级兴奋 正准备要敲碗问何时 播时 韩国Netflix则出面回应 六个字 意思为目前尚未定 否认了报道内容 Photo from Instagram 其实从单身集地狱第一季完后 就有许多人好奇 是否会制作第二季 但Netflix都给明确的回应 而近日韩媒传言制作组已经在 色心的出演者 虽然被否认 但也有网友认为 也是Netflix想要秘密进行拍摄 Photo from Instagram 这个新闻出来后 也让粉丝们开始讨论 希望单身集地狱第二季有什么量 有人留言 希望可以再录多一点 第一季大家真太保守 能跟欲罢不能一样吗 不要再增加成员 集数可以拉长到20级码等 就让我们期待制作组最新消息吧 更多相关文章宋志雅承认穿假货 欠 节目男友金贤中 描曲关他egg含网反映两集金 终回应退追送志雅egg 关系 还是很好 因为报道反 无法再联系 立刻来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kdaily